松手的时候,一个是走两步再松 走两步再松,这个飞机要达到这种状态 不能是变形的,这种状态再松手 来,一二三,管了,上菜 哎,我觉得可以 这种状态,这种状态 女生做到这一步,就很厉害了,是吧 妈,你你要是吗? 我要,我让她先是,就是我要做观察一下 关于你,还不如她快呢 呃,没有,这段恰了就别播啊 那我走了 哎,为什么我脸上了呢? 我觉得你严肃一点,这次肯定能备上 嗯,哈哈哈哈 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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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厉害,厉害,哇,哇 可以啊 我能够让你处,吗? 可以 男生就是这样 对对对,嗯 好,那我们掌声谢谢,谢谢两位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刘先生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其身的都是用科学原理的 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您可以坐在用这个纸板 让这个小小的纸飞机持续飞行呢 这实际上就是模仿自然界的大型的鸟类的飞行 比方说鹰 它可以在天上长时间翱翔翅膀不煽动一下 利用上升旗流 而且呢像它的后代厨鹰学习飞翔的时候 这个悬崖峭壁有丰富的上升旗流 是叫我们这个板子 就是模仿那个悬崖峭壁 哦 我也特别询过专家啊 到底这个原理是什么 其实就是您提到的刚才那个上升旗流 纸板向前推动的时候呢 它形成了一股上升旗流 所以对飞机产生了一个生力 推动至飞机可以持续平稳的飞行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翼装飞行 就是利用气流 让人可以持续的在空中滑翔 再次感谢刘先生 谢谢 谢谢您 也希望大家跟刘先生一样呢 能够让我们更拨的在现场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这些奇妙的科学实验 好 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 借助纸板 可以让纸飞机持续飞行 这个说法是 真的 这些什么样的 太多了 好 太多了